刚刚在这个地方我们使用这样一个DataFrame 然后在selectindex的时候呢 放一个列表进去 里面放两文字的时候呢 得到一个复合索引的这样一个DataFrame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呢就是 如果说这个复合索引 比如说我们C等于什么呢 等于B的A的时候 大家可以猜一下C这个时候是什么类型啊 刚刚B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 C是什么类型啊 C是什么类型 这都不清楚了 前方我们想过很多次呀 肯定是个series类型嘛 因为它只有一列数据对不对 其实就是series类型 只不过现在才有两个索引嘛 肯定也是一样的 也是series类型 我们之前也见过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对于在一个series类型的C来说 我们要取其中的1以及g 对应的这个值该怎么取呢 我们是不是写上1再写上g就可以了呀 先取1再取g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只取1呢 对的是一个什么类型啊 只取1能能 会是一个dataframe吗 肯定也是个series 取到是这一块内容嘛 对不对 这一块内容 对不对 只取1的话 如果说我们只取2呢 肯定对的是这块内容 它只有一条数据 所以肯定也是一个series类型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了 对series类型来说 我们要取它内容来非常非常简单 那么现在想象一下这样的问题 我们刚刚对这样一个b做的操作是 我们写个d等于什么呢 a.setindex 我们刚刚是把这个c放到前面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d放到前面 把c放到后面 然后呢 我们再取其中的a内边 我看一下d 这个手段d也是个series类型 对不对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要取1对应的数据 要怎么取 我们先取h 再取j 再取k 对不对 取完这个呢 就是1的数据 麻烦麻烦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d和之前的c有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就是他们这样一个 所以交换的交换位置啊 一个之前1的图在外面呢 现在变成里边去了 对不对 hgkl 在里面呢 现在变到外面去了 那这个时候就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从1开始取 要取1对应的值 该怎么取呢 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来叫做swapnever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一个 比如我们看一下d a.index 里面是不是有个never never是一个列表 倩套列表 这是外层的 这是类型的 对不对 那如果d.swapnever 交换这个成绩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 1.2就到外面了 地区的里面了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取1 是不是取到了呀 是不是就取到了 这个1对的所有值了呀 所以这个方法呢 经常我们也会用到 当我们想要从内层的这个所谓开始取起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使用swapnever的方法 它帮助我们从内层开始取这个值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了什么关于series 对不对 那么也知道b呢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dataframe 那么对于这个b来说 我们要取其中的1和j对应的值 该怎么取了 1.j对应的值 先要取什么呀 先取1 我们这样取吗 这样能取到1吗 不能取到1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b我们直接取四部份的时候 是按照列所为来进行的 对不对 当我们取1的时候肯定是不行的 那我们要按照这个下标 或者我们要按照这个标签的进行索引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索引呢 就是ioc的对不对 是不是ioc ioc才能取到1对不对 然后呢 再干什么呀 点loc 再取什么呀 h 或者hg 对不对 才取到这个值 理解吗 我们dataframe和series为的区别 就在它所有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按照标签来取的话呢 需要加上ioc 否则的话我们直写这个标签 他以为1是我们的一个column 是我们一列的列名 但其实1并不是 只是一个所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使用lc 还记得lc的使用对吧 那问题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现在我们要取h 这一行对应的数据该怎么取呢 假设地里面有多h 我们要取h 我们要取h对应的数据 该怎么取呢 现在我们只能从万块取起 对不对 然后再取到h 但现在我们不要从h开始先 先开始进行这个选择 因为可能在这个d里面有多h 比如这里有一个h 在2里面有一个h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刚刚一样 那也是先swap level啊 是不是也就是交换一下 这个里层的索引和外层的索引就好了呀 那b.swap lnep lnep 那swap level出来 我们再取.loc 取h就好了吧 这和刚刚不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是不是刚刚一样的呀 交换一下里层和外层索引之后 来再对它进行这个取航的操作 通过loc 这地方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不交换的话 我们取所有的时候 只能从外层开始选取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 不管是series 还是dataframe 我们都想从内层开始选取所有的时候 就需要交换一下swap level的方法 交换他们所有的顺序 另外的顺序 然后调一下swap level 这个方法就可以达到了 然后只不过后边取的时候 对于dataframe来说 我们直接使用loc来选 那么对series来说的话 我们直接funcore就能选 这是他们两个区别 那你也把这个地方 其他都是一样的 那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呢 也在这个地方 我们cdindex 可以获得到一个series内型 那series内型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照刚刚那种方式去选 比如说我们通过先funcore取这个 先去使用 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先去funcore取一个 再去funcore再取一个 那么科学上呢 也有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使用one 然后逗号h 这个时候呢 直接就能取到了 我们不用信仰式funcore 直接从one取到h 通过一个funcore 也是可以写的 能看出来吗 这个地方 这是series内型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地方 如果说one跟to在里面 但我们要取on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交换一下所有的位置了 swap level之后 one跟to去交换了 对不对 之前one在外面 这个h在里面 现在交换出了h到外面 one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取这个h 就直接能够取到了 这是关于series 那么dataframe呢 和它很像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把cd做为它index之后 我们使用funcore funcore这种方式来取a 那取到了肯定是一个dataframe 这个方法刚刚我们也用过 对不对 两个funcore 就取的是一个dataframe类型 那么我们需要使用loc这种方式来取你们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要去从底层开始取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先swap level之后 再取 wise的那个soy 就可以取到了 非常简单 对吧 那么下面呢有这样一个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manapolonib呈现店铺总数排名的前十的国家 店铺总数排名前十 这该怎么做呢 我们新建一个p1文件 这是配置140 4 然后我们把刚刚读的那个操作拿过来用一下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对吧 也是一样读 得到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准备数据了对不对 先拿把现在把问题拿过来 问题是他 这是准备数据 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呀 先按照国家进行分组 对不对 df.group up 办什么呀 按照国家进行分组 对不对 做了之后呢统计一下数量count 对不对 统计数量之后呢 我们要取排名前十的对不对 前十怎么选呀 首先要sort value sort values 对不对 sort values 这个结果呢 他肯定是个降序的对不对 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 升序的这种方式 需要他 莫的情况下是升序的 对不对 我们需要让他按照降序的方式去排 降序怎么降呢 assading 对不对 c dng 对于 把它改成force 是这样写的吗 assading 我们去看一下圆码 p a s pd 然后呢 看他的圆码 sort values sort values ascendng ascendng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mole情况下它是处的 表示升序 如果改成降序的话 改成for就好了 对不对 降序是个样子的 那就是我们的 就是beta 还要取他前十个 对不对 前十个怎么取 这样取就能取到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写数字的时候 比方说就是取航嘛 对不对 就是数据准备好了 准备好凑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 我们要把它画过来 对不对 画出来就要画x画y x是什么 y是什么 data1的 什么 index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列 对不对 但并不是每列我们都想要 我们只想要其中某营列 对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取其中营列就好了 对不对 比如说去brand这一面 grind 设计 我们把这个放到这 放到这 或者放到这前面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就放到这 那么-y呢 是什么呢 values 就是没有括号的 index和values没有括号 那么下面就是画图了 对不对 那么plt.figure 对吧 先设计一下图形大小 然后figure size 等28 然后dpi 是多少 80 然后plt 什么方法会这样 不然 因为这是个理散的数据 对不对 或者-x-y -x能这样绘制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要range nen它 才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x里面的内容 肯定是一个字幕串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plt.xt 最后对应 最后对应 那么就是range nen-x和什么样 -x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对吧 让plg点瘦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好像成绩看结果是什么样子 python 配置 140 是不是就汇出来了 看一下 排名前10的 最开始最高的是us 之后呢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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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儿啊 ca hm ca 都不认识了 每件不是牌子的衣服吗 也是一个年价的服装品牌 nhm很像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使用拿的头领域呈现出每个 每个中国的每个城市店铺的数量 中国的每个城市这是同样的吗 城市不是省份 中国的每个城市 怎么做呀 我们先进一个pn文件把它代码复制一下 改改 配置140-2 首先我们要找到中国对不对 中国 那这个地方df就是渠道之后呢 就是country 要选 要使用这种 df等于df 然后呢dfcountry 等于什么样 c 对吧 这是大写的c 对不对 那这个就选中了这个中国了 选中中国之后了 我们要掰什么呀 掰c系 对不对 c系 我们忘了cd是什么样子 我们再加df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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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后面先注释一下 对 city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咱们有city 用city是中文大家看见没 是有文字的 但是state's province 它是编码 编号 所以我们没有用它 来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掰一下city就可以了 对吧 就这个样子 之后呢也是一样的后面事情都是相同的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中国肯定有很多很多城市对吧 它后面的图形呢 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想要选10个 比如我们选选50个吧 然后我们在汇率的时候呢 把它这个外置稍微调小一些 那么idth 调成呢 0.3 然后呢 color 等于 我们再来排 跑下城市看一下结果 配置140 你看到中文没有正常显示 对不对 到后面其实没有很多东西的没有必要看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让中文显示中文 对吧 我们这里显示25 首先让它小一些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from multiple name 看什么呀 import font manager 还有印象吧 实力化一个my font 对于font manager 就是这个 叫front property 对不对 然后呢 穿一个f name 等于什么呢 fc-list 对吧 然后呢 冒号 now 等于zh 选择 选一个送题 整理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个地方 换上去 就是我们的 font property 对于font property 对不对 对于my font 是吧 再来跑下城市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一下 这字体有点丑啊 对不对 字体有点丑 看一下这个上海最多 对不对 上海有500多家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barh效果怎么样 那barh呢 成功改一个地方 把它改成h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上面先注释起来 然后barh 然后呢 把改成fet 这个是ytx对不对 ytx 然后这个高度我可以稍微把它调高一些 比如说调成12 这个样子 来看一下 确实是上海最多 对吧 嗯 然后呢 上海北京杭州 杭州也这么多了 对吧 深圳呢 对 在杭州上面 在这 在这 好的 到这里的这个图形其实大概画完了 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下y label和s label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可以设计一下title 这些都可以操作的 如果想围着一下网盒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围着一个网盒出来 好就是这个练习 除了这个练习之外呢 下面呢 我们现在还有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有全球排名靠前的一万本书 我们要统计什么呢 这把书在哪呢 书在books这里面 我们要统计 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不同年份书的数量 不同年份 书的平均评分情况 我们打开这个书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我首先把它复制过来 cp 然后呢 document 下面的 下面的 这是book 就当记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p1文件 当前是 p131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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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的 import pandas pd from multip import pplot plt 那么也是一样的filepath 对于当前节点下的books.csv 对不对 然后呢 df.read.csv pd.ru的csv 然后呢就是filepass团进去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df 我们可以print下df的head1 然后呢print一下df的info 看一下 减了一些信息 跑一下程序 你看一下 里面有个id是吧 还有什么bestbook id 最好的数字id 还有什么work id book content sbn sbn13 这是什么 大家知道编号的作者 还有出版年份 语言标题 中间可能还有其他字段 还有rating count rating count呢 就是评分的总人数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中间没看见的 author 出版年份 原始标题 标题 numbiccode 是哪种语言的 对不对 average rating 平均评分 我们等一下要这个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其他这些字段呢 不是太清楚是干什么的 那么下面呢 看完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是不是有缺失 比如说我们需要的那一个 我们需要什么呢 不同年份和数量 我们得看一下年份有个缺失 对不对 年份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就要统计当前保卫年书的内容 书的数量 但是居然有几年是缺失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删除当前这一年里面 有缺失那些数据啊 那其他内容里面有缺失 我们倒是不用管 因为我们现在就要端着统计年份 那统计年份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平均值 是不是 给他平均值呢 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种事情 那比如说今年有三本书 明年没有 后年有四本书 难道就是在明年的时候 他就刚好有三本书吗 对不对 所以说统计这个年份算书的平均值 可能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很多手段 原份算书呢 说不定都是一个小数 对不对 所以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当前我们要统计 不同年份数的数量 那么我们应该 去把当前这一年里面 有缺失那部分呢 给他删掉 那么删掉该怎么删呢 我们直接做个NK 是不是可以的呀 是不是做个NK啊 那做个NK该怎么做的 删除当前这一页里面有缺失的某些数据 我们要删除整个这本书里面 这一页有缺失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df的做个may 做个may怎么做不来的 只有一个走 好像我们如果删的话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当前这个sdn13 它是不是有缺失 如果这里做个may直接按照axis对于 你的话按照行代3的话 它是不是也会把这个里面有缺失的一个删除 但是我们现在它如果有缺失 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想删除它一个地方的有缺失的 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现在可以不用做may这个方法 用什么 就是df取df 他这一页里面 不为nan的那些就可以了 对不对 pd.not now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pd.not now 这是一个什么呀 布尔的内型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df再取这个布尔内型结果之后 取得是一个布尔所以 的方式来取当前这个df这一页里面不为nan的值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只需要把它复制为 比如说data1 这个data1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量 就刚好是这一页里面没有nan的那些值了 能理解吗 所以当我们当我们使用这个 这个man的方式感觉不好使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所有的方式也可以能够非常快速的取到那些 我们想取的内部内容 比如说我们想要取非man的内部内容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取到了 是不是 那取到之后呢 我们该做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了 比如说这个时候data1 叫groupby对不对 是不是groupby by什么呢 by这样一个年份 对不对 年份在哪呢 这是他 对不对 那进行分组之后呢 再干什么呀 看了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看到之后呢 我们找一个比如说book id 或者说找个什么呢 找个title 统计一下它里面的数量 它统计的数量 对不对 那统计数量现在肯定是一个series类型 对不对 那这个series类型 我们比如说这个叫它group 之后做的事情 是不是和前面这个练习做一模一样呀 先测试x再测试y 对不对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就不记得往后写了 那到这就为止 那下面再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不同年份 不同数的平均平均分情况 不同年份 输的平均平均情况 那这是应该怎么做呢 年份分了之后该怎么办呀 求平均值 求什么的平均值呀 平均的平均值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 当我们把这个first算回来之后 我们应该通过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给呈现出来呢 可能比较好一些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画个折现图呀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平均有变化 对不对 或者我们画个柱状图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可以画个折现图 能看出它一个变化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做了忘了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按照它的平均平均来 不同年份 那首先我们也是一样的 按照年份进行分组 对不对 那年份进行分组 是不是首先也是要做NA 要就是去除NA的行 对不对 去除这一页中 这一页中的NN的行 对不对 那去除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要做 根据这一行的进行分组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那就data1是不是要group by group by是不是也是按照的进行分组呀 但是现在我们想做什么呢 我们只想统计 rating average rating这一页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页放到这里 对它来进行group by 对不对 group by 那这时候by什么呢 是不是data1里面的 什么呀 它呀 为什么我们还要写data1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data1里面 average rating这一页 这一页里面肯定是没有这个次段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data1放上 表示什么意思呢 当前我们对这一页进行分组 按照data1里面的这一页进行分 能理解吗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呀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看明白吗 我们先取到这一页对这一页里面的内容 对平均平均这一页内容的 按照data1里面的出版日期出版年份来进行分组 然后呢我们再看什么呀 命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求的平均值呀 GLVPEB 我们这里呢 可以先来打印一下group的 看它是什么内容 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个平均平均是不是算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居然还有什么呢 负1750 为什么会有负的1750呢 还有负的什么500 这是什么意思呀 年份为什么会有负的呢 公元前和公元后吗 能理解吗 公元前多少多少年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count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这是公元前的年份对不对 那么count一下 看它在公元前这一年有多少份书吗 对不对 公元前的书都非常少 而且这是一万本 一万本书 在这一万本书 最好 一万本书里面的 有一本书是公元前1750年的 只有一本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 都负负量非常少 那后面呢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年份 才比较多一些 对不对 是不是 能理解吧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负的 可以是吧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大家能够想象到 由于这些书在这些年份 它只有一本 所以我们算上平均值的时候 其实就是它自己的那本书品 那本书的分数对不对 所以可能是没有特别大的意义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 是不是我需要把这个公元前的那些年份给它去掉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更 可能可以更好一些对吧 那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我们直接先不去 然后看一下它的命什么样子 那么现在也是要画图了对不对 那也是要画X X是什么呢 groove的什么样 index对不对 那么还有-y是什么样 也是一样的groove的values对不对 那么我们plt.plot plot是什么呢 -x就是range nonex对不对 那y就是y-y对不对 -y就是-x 那么plt.show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设置一下图的大小 就是画图了 那就plt.figure 然后呢figure size对不对 28 然后呢dpi 80 那plt.show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Xtix我们是不是没有设置啊 对Xtix没设置是这个样子的平均平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Xtix给大家加上Xtix 然后就是对应的是range none-x对不对 然后呢-y-x是吧 然后这是141我们在这跑一下程序 Python 配置141 这地方呢也是太多了对不对 太多的话呢就导致什么情况呀 就是这个连到一起了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取不长对不对 那取不长 该就该怎么取了 再进行列表上内心转化就好了对不对 这样转化是list的 然后就非常好取不长了对吧 比如说我们冒号冒号 就是100个数字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rotation一下 旋转一下对不对 Gln等于90 旋转90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润晴嫩 不长是1750到1813到1925 它是按照年份取的不长对不对 我来看一下 那没有必要留意读推设呢 现在读推设试一下吧 想一下这个地方 -x所有年份 2015.0 1975.0 对不对 前面 前面确实这个样子 因为它并不是连续的 年份那个地方 连续那个地方 它并不是连续的 它是一个 1750年有 但是1760就没有 对不对 所以它还是按照年份来取得一个数字 对不对 我们从1750到2015可能并没有多少年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这样一个 present一下-y的-x的Nen 它看长度一共有多少年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没有标注 然后我们把前面这个group给删了 不要它 一共是293年 对不对 这个年份其实数量并不多 发现了吗 并不是没有想 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它是经过分组之后的 前面我们说有1万 但是又为什么呢 它一共有1万条数据 但是分组之后 那年份分组之后呢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数据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我们写了100的时候 它一共就三条数据 所以可以理解了 对吧 当然了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数 对不对 我们不想要 我们要把它替换成什么样 整数 对不对 替换成整数该怎么办呢 npr run的 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 对后面真正要显示上去的 那个进行ostype这个方法 那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series 它是一个所以 对不对 indepth对象 我们刚刚在用之前 其实并不确定 它是否具有ostype这个方法 但没有了之后了 我们发现 它其实是有这个方法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 整理难看的话呢 这段时间好像 这个分比较高一些 对不对 前面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可能就一本书 两本书 对不对 它一本书的评分 就是当前这一年的评分 其实并不是特别合适 对不对 那后面的时候 后面正说这一年份的时候了 可能 这个分数的波动呢 就没那么拘捏了 因为前面数量太小 所以波动比较大 但后面呢 后面的时候呢 波动没那么大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文艺复兴是在什么时候呀 上次比亚那个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呀 不知道对不对 你可以假装它是在这 对不对 假装是在这 这一块 但是估计这一块书也是比较小的 看一下后面这个书呢 波动的越来越幅度没有那么大 因为后面的书呢 越来越多 所以它参加的值呢 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值呢 其实相差的应该是并不大的 因为它书的数量比较大 对不对 可能这个 05年的时候呢 05年这一年 跟04年那一年 他书其实差不多大 差不多多了 对不对 所以说差不多多 30平均分 可能也就是相差并不会太大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的波动就没有那么拘泥 那么在前面的时候呢 由于它这一本书 可能一本就代表当前这一年 那这一本和第二年的那一本 可能这个差距就会比较大了 对不对 当年这一本书四分 这本书是三分 差个一对不对 差个一就是从它这里 到最下面的这样一个差距 所以看出来它的波动会非常非常大在前面 那随着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 这波动就没那么明显了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我们相当于是用了什么呢 前面所学的知识呢 分组聚合的知识呢 做了一下这两个事情 那下面呢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 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把数量后面讲完 讲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 对之前的我们学习的豆瓣 TV那个数的一个统计 我们之前都爬过 对不对 那么刨完之后呢 我们拿来数量进行一下统计 有些问题 明天之后再看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本身内容吧 现在学习的是什么呀 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呀 从对案例对不对 是不是从对案例开始的呀 还有印象吗 我们先做这个案例 然后再做这个案例 对不对 这个案例我说了 这个案例呢 比较比较的经典 后续呢 可能大家在进行这个统计的时候呢 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 把把四复则 把四复则 转号对于数字 这个斯诺是什么样子 还有印象吗 首先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呀 构造 选为0的数字 对吧 那之后呢 获取什么呀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第二步哈 首先我们得第一步 第一步获取这个字符串的它的 列表对不对 字符串的列表 这个是去从之后的列表 对不对 去从后的列表 那么这个地方 0这个地方呢 columns umns 为字符串的列表 对不对 这个列表之后呢 第三步要干什么呀 这是我 这是给小吟的列表 数字复值 对不对 给全为0的数字 复值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复的呢 编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出现当前这个字符上的位置呢 就给它复一个值 那刚刚呢 我们用的安定设计统计它的分类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其他事情 比如说 这部电视剧有很多人很多人演的 对不对 这个演员信息 我们用它统成的话呢 可能也需要这个方式来做 那比如说 这个电视剧有很多人导演 对不对 导演可能有几个也是一样的 编例 这个地方的思路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家需要再把这个方法给掌握了 后续在这个问题 都给同一份方案来解决 那之后呢 我们学学到这个处理的合并 对不对 合并里面就是join 对不对 oin 那么join里面呢 我们用到什么呀 按照什么来进行分组呀 index来进行分组 那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t的join t2就可以了 对不对 t的join t2 join t2 所以说由于它是按照index来进行分组的 必须index一样才能分对不对 那否则是分不了的 merge它是按照什么进行分组呀 按照列数据进行分组 对不对 那就是呢 使用使用方法 t1.merge t2 对不对 你们可以要传什么呀 on等于什么对不对 on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列名 比如叫A这个列名 就统计他们两个如果都有A这一列的话 就统计A里面 如果他们相同的话 就把它合并到一起 默认情况下是内连接 对不对 就是内连接 内连接 内所谓内连接就是取的是交集 对不对 取的交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耗 耗在默认情况下 就刚刚所说的内连接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给它指定的话 它就是内连接 给它指定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指定别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 什么呀 outr就外连接 对不对 outr就取的是什么呀 定期对不对 那么还有左连接 还有右连接 对不对 和我们的所有设计库的连接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之前在什么时候 取的所有设计库呀 三个月以前 记录板的时候不管 这个NIF就是以71为准 这个后面呢 右连接的时候呢 就以72为准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NIFDOWN和REDOWN 其实Snow和这是一样的 对不对 Snow和这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改一下 就是如果说他们两个并没有一个相同的列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NIFDOWN和REDOWN 对吧 REDOWN REDOWN也是一样的 ORIGFT REDOWN 对于什么 是吧 还记得这个吧 如果说T和T2没有一个相同的列名 那么它在A里面和B里面 T的A内列和T2的B内列 我们想按照这两个列在进行这个合并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呀 就是NIFDOWN和REDOWN 这是关于MERGE这个操作 那MERGE学完之后了 我们学到什么呀 分组聚合这一块对不对 就是分组 分组聚合 那分组聚合里面呢 首先就是DF这儿 不是by 对不对 那么传个by就可以了 by 那么传个by 得到一个什么呀 groupby 对象对不对 可以干什么呀 能够调用聚合方法 能够什么样 能够变历对不对 那聚合方法有哪些呀 叫counter对不对 有counter或者还有sum这种操作对不对 都是有的 还有min这种操作 我们写两个在这哈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groupby里面呢 还可以给它传多个by by不仅仅可以是一个字符传对不对 还可以吸个列表对不对 那还可以吸个列表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我们两边进行分组 这个时候得到一个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进行这个 这个sum的操作之后呢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代 所以 这个dataframe对不对 是不是 为什么不是series呢 这个df嘛 dataframe嘛 这个df它肯定有多列嘛 它进行sum之后它每一面都会在sum 进行counter的时候每一面都会counter对不对 能理解吗 当然我们在这里进行sum的时候 对于自负串那些内容 他肯定是做不到这个求和操作的 但对于抗拦来说的话 我们刚刚也看到现象了 就是每面他就会求和一遍 对不对 比如说他一个brand会求和一次 那还有一个street他也会求和一次 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说是一个series内容的话 得到结果你是个series的 对不对 如果他就一面数据的话 那所以说在后面呢 我们讲的什么呀 就关于这个for所谓的操作 关于所谓这个话内容 对不对 所以 那所以里面呢 首先我们知道有个什么样 df.index 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获取所谓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还有df.index 我们可以帮他等于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我们可以写abc 对不对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 这是设置所谓的值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setindex 对不对 df.setindex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设置某一列 作为所以 对不对 这里好像大家需要知道什么 所以它是可以重复的 可以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df.setindex 如果我们要是多个作为所以的话 就是为怎么样 写个列表 对不对 我们要把a和b正两列 同时作为所以 那这时候呢就去到一个问题 在复合所以的时候 我们这样一个series 或者是dataframe 如果取值 对不对 从 复合 所以 中 取值 那在这里面呢就有series 如果是series的话 从复合所应中取值该怎么取啊 就是se 直接取就好了 对不对 那a或者b这种方式 先取外层的a这个所应 再取你层的b这个所应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直接写 翻块 一起写 也是可以的 取A 取完之后呢 取B 对不对 那么如果dataframe的话呢 要怎么取啊 那比如说df 然后呢 点roc 是不是要取 A啊 再点roc 要取B 对不对 就这个分样子的 那么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 干什么呢 从外层 从底层所应开始选取 怎么办呀 从底层所以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使用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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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p swap never 对不对 swap level 交往之后呢 我们再对它进行操作 就是干什么 交换 你外层 所以的位置 然后后面的做的操作 跟之前一样的 从外层开始选取 对不对 因为你交换过了 对不对 那这些内容呢 就是今天所学的内容 大家可以下个吃饭 好